吃好活好的美食台 这里是吃好活好的美食台 我是嘉宾东东 相信很多人都抵御不了红薯的香甜诱惑 今天就教大家一种红薯新吃法 特别适合拿来当早餐 红薯去皮 切片 上汽后蒸制15分钟 倒碎成泥 加上酵母粉 白砂糖 面粉 和成光滑的面团 醒发30分钟 趁这个空档 可以把烤干的核桃切碎备用 醒好的面团切成剂子 搅拌 擀薄 嘴下面铺个大点的面饼 刷食用油 撒少许核桃粉和白砂糖 像这样叠个四五层 最上面同样盖个大点的面饼 一边收口 在表面刷清水 撒白芝麻 醒发20分钟 蒸锅上汽后 大火蒸10分钟 香软的红薯千层饼就做好了 还可以再煎一下 增加点酥脆的口感 煎到两面金黄 出锅 好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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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